在颜色标准的定义里面呢 我们还有第二种方式 就是选择颜色色库 我们在这个颜色测量界面里面 通过颜色标准区域的向下的箭头 能看到很多临时的颜色 我们点击正上方的这个区域 可以进入到色库的选色界面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选择对应的色库 当然这些色库 我们可以通过Suite软件 来进行传输到仪器上面 选择好色库之后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要测量的颜色 仪器会自动帮你寻找对应的颜色标准 对应的颜色标准 同时呢显示色差的数据 当然我们一定要记得 在设定的图标里面 设定的菜单里面 一定要打开标准搜索的功能 这样子一期才能够自动帮我们寻找 最接近的颜色标准 我们下期间的颜色标准 我们下期间的颜色标准 对应该颜色标准